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二个星期间也是上午四天 之后是过完二年之后 我们会有三次的讲座 对于荣誉的学习 我们儿童白的老师以及我们一起学博的同修 在上一次的学习过程中 都感觉到是受益悲浅 当然受益悲浅不是因为我们在嘴里 也突然把这个轮椅打出来了 大家听一下 而是由于这些孔子 这位我们华人的圣人 本身他的思想就是非常的博大 天生 那么从孔子自己 他又是一个非常非常谦卑的人 所以孔子自私自装说的四个字 是数而不做 什么是数而不做呢 就是说他所说的 所记录的 所传播的 包括他的例子 所记录的他的思想的这些光华智慧 都不是他自己的 他只是把他之前 之前这些都朝的商朝的 来自于到姚颂与他们的思想 给他述出下来 他没有新的发明和创造 没有别出新才的各种建议 所以这是我们华人文化的极大成者 我们可以把它成为 华人文化的极大成者 一个非常谦卑和非常可惠的素质 当然我们有些学佛的同修 也会看到 说这个佛法已经包括了 太多很多的世间的学问 这个面可以稍微调小一点 声音太大了 现场 佛法已经包括了很多世间的学问 也包括了 儒家的很多这些思想的经红在里面 那么我们还有必要再去特别学习 这个荣誉学习孔子的思想吗 当然这个佛法里面确实是 就是从他的整个的体量和内海来说 那我们看到 那我们看到佛法有内学 就是专门的佛教的学问 有英明 就是有关医学方面的 还有工巧明 还有这些建筑营造方面的 甚至在很多经典里面 甚至在很多经典里面 佛陀会因应不同 我们根基的众生 教他怎么样做生意 教他怎么样养油 这些内容都有 可以说包括了世间和初世间的方方面面的学问 但是从这个我们中华文明的根源来说 作为我们华人的敌分子来说 那么儒家的思想是我们本来 本来我们在华人圈子里边 三生四世的轮回过程中呢 自然和不自然的接触 自然和不自然的学习过程中呢 它已经是非常深刻地烙在我们的DNA里面 那么特别是儒学 儒家思想对于我们人格基础的奠定 人格基础的奠定 它有着非常系统 非常系统和非常全面的 这样的一些途径和方法 所以我们不管是儒学还是佛学 要成大儒 要做一个君子 要成佛 做主 做菩萨 最基本的还是要做好人嘛 所以我们净土中的第九代祖师欧瑜大师说 你不管是儒学也好还是佛学也好 下手的点 入手的要修学的科目是一样的 一个是孝敬 一个是慈悲 所以儒家强调的是人能的基础是孝敬 是慈悲 是人 人爱 能够兄弟和母 夫子之间能够有爱 夫妻之间能够相互种种 那么能够把这个爱扩大 从小家庭扩到大家庭 甚至变到社会大同 世界大 这是儒家的思想 那么从佛学思想来说 这个也是一样的 这些相亲是我们的最根本最重要的 那么加上慈悲 这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家人 对其他的一切有缘的人 无缘的人 甚至佛法也会更加扩大一点 对一切有情众生 我们看得见的 我们看不见的 以及我们所接触的小猫小狗啊 小鸟啊 等等这些有前世的生命 都要对他们以慈悲性 对对 因为他们本身都有祸性 所以当佛教传入我们中华文明的 这片肥沃的土壤里面的时候 那么最初是由于佛 很多方面的提出是太过于超越 那因为它远远超出了儒家文明的认知的范围 所以呢 我们看到他们中间呢 刚开始是有一些冲突 是有一些冲突 一些摩擦 但是经过互相之间的了解 那所以我们看到佛学的思想 传播定我们中华文明圈 这是两千年以前了 看 今年是2020年 那么正式有记录是两千年以前 就是真正两千年了 但是完全要融入到中华文明 那都是要经过三四百年的时间了 所以也不是一段很短的时间 到最后形成由我们自己特色的汉传佛教 那这样呢 与儒家文明做了完美的结合 那这样呢 我们看到 有学呢 由于有佛学 这样的对它的提升和启发 有学会更加的透彻 那思想会更加的深邃 那么佛学呢 由于有很多儒家文明做基础 那么让佛法呢 变得能够更加 在我们华夏民族 这片土壤里面更加跌地气 那所以就像我们地下一个产品一样 要从其他地方 引入到一个新的国家里面 我们现在要去做test 那怎么样去适合那方民众的需求 适合他们的文化 那佛法到我们华人文化圈里面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看到这两种文明在整个历史长河的发展过程中 自从2000年前 这个孔子的思想和释迦世宗的思想 在我们中华文明有了碰撞 然后呢 互相学习 互相借鉴 到今天呢 我们看到佛法其实来说 是在总体上是越来越光大 反而呢 儒家思想呢 儒学呢是越来越失微 那就是它变得是越来越没落了 这个当然是有各个方面的原因 当然因为我们知道 佛法意志是非常注重佛法的传承和弘扬 而儒学在传承和弘扬上面 自从宋明以后呢 就非常非常的没落 那么 并且对于孔子思想的这些固化 孔子思想的政治化 各种曲解 各种威解呢 最后呢 就把孔子思想变得面目全废 那所以 我们今天 去开始学习 农域里边的八一篇 和后面的一人篇 以及我们上次学习的十二篇 为人篇 那么我们就是从最原始的 最原始的孔子思想入手 我们不去看后面的这些人 怎么样去解读去评价 而是我们从最本 最知福的 最简单的 孔子的这些原始思想入手呢 用最早的 最早的注解 这些荣誉的注书呢 作为我们学习的借鉴 那么我们开始来深入的 再向这位 如同菩萨 来向他来学习 我们人格的光华之处 让我们的学佛呢 能够更加的 更加的 有一个深入的基础 那么让我们学佛呢 学得更好 好 那么我们今天来看这个 八一篇的第一章 翻译篇第一章呢 是说孔子为祭祀 八一五遇情 是可忍 孰不可忍也 这个后面这两句话 大家都很熟悉啊 是可忍啊 孰不可忍啊 你要这件事情都能忍受得了的话 那还有什么事情 你能够 你都能够忍受呢 就说明是已经是人无可忍了 那么我们看 题目这个八一 八一是 一是一个八个人排列成一行 这样的意思 那八个人排列成一行 做什么呢 是在祭祀的时候 一般是在古代这些宗庙 地牵 地主的时候呢 这八个人排列成一行呢 是奏乐 奏乐和一些祭神祭牵的舞蹈 他们是做这样的仪式 那么在古代社会呢 特别是孔子时期呢 是对这个奏乐的祭祀方正呢 是有着严格的要求的 八一就是一行八个人 那么在孔子时期呢 是亲子在地牵地主的时候呢 用八一 八一就是八八六十四个人的做约荒农 或者说是 就行祭祀仪式的方针 那规模是 我们可以看规模是蛮大的 因为它还有很多这种 这种仪式性的动作上面的配合 就像我们今天一样 互相接还都有一定的distance 那么我们这个讲法里面 就基本上可以站满了 那如果说是到了祝侯的阶层 祝侯的阶层呢 就是在我们知道 在古代社会啊 特别是孔子时期呢 他是从周千子作为千子 然后呢各国 也有自己的国君 这都是祝侯 那么他们是六亿 六亿就是六八四十八个人的方针 那么最下面到大夫 大夫就下到我们今天的部长 那么他们会要用四亿 那就是四八三十二个人的方针 那么最低一点到四 这个阶层呢 是二亿 那就是二八十六个人 那这种就是说是他们在举行 这种大的祭祀仪式的时候 用这样大规模的 礼乐方针 这种礼乐方针呢 在传统社会呢 是有着严格的要求 因为他所用的方针 要和他的身份呢 要相配合 身份相配合才可以 如果说是和身份不配合呢 就算是鉴域 鉴域就是说超越了超过了 这个是不适合自己身份的音乐方针 这一篇我们看是孔子是在扁平 扁平当时在鲁国的 鲁国的祭祀 我们知道他是鲁国的当权配了 所以祭祀呢 他是一个大夫的身份 大夫的身份 部长级的身份 但是呢 他用了八亿补于天 他用了天子 第四地圈或者是地主的时候 礼约方针 他应该是本身是要用三十二个人的 结果呢 他用了六十四个人这样礼约方针 那孔子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他说是是可忍 属不可忍 这是没有办法忍受的 谁能忍受这件事情呢 你如果说这样出格的事情都敢去做的话 你有什么事不可以做呢 这是孔子对这件事情的评价 那么这个就像相关于我们今天这种礼约 这我们今天依旧是存在的 我们看到这个一个国家元首来发问的时候 那一般我们是二支一小礼炮 然后建有三军地帐会 或者是在大朝朝或者在总统府 那你看总理要是来发问的时候呢 十九小礼炮 然后呢建有三军 这就是不同的身份呢 还有不同的要求 那这个就相当于这件事情 这个祭司在他家里所做的这件事情呢 就相当于是他作为一个部长 然后呢就在家里别跑礼炮 然后呢做过歌 胜过旗 然后呢欢迎自己的客人 或者是举行业会娱乐 然后这样的活动 这就是说所做的呢 这完全与理智是相违背的 那时候我们知道鲁国的国军 其实是被夹缝了没权的 所以当时呢就是 曼宋寺 苏宋寺 季宋寺 这三个人呢 他们叫三权啊 他们就独揽了整个鲁国的朝政 掌握了鲁国的政治 经济 中式 大权了 那三个人就为所欲为 就没有把鲁军放在眼里 也没有把鲁军放在眼里 所以呢他就可以在自己的宗庙里面 自己的家庭里面 可以搞这样的一事了 所以对这件事情呢 孔子呢对他的评价 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不能忍受的 这个是鉴欲了 是太过超越了 完全是不明白自己的身份 那这件事情就是说 在古代社会 我们看孔子所说的这些话呢 都是在2500多年前的话 在今天 在今天依旧很重要 我们是什么样的身份 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 说什么样的话 那不管是在公司里面 还是在团体里面 在家庭里面也是一样 那么每时每刻 在讲话的时候呢 做事的时候呢 先想一想 我所做的这件事情呢 是不是与我的身份相复的 那如果说我们在一个公司里面 我们是一个职员的身份 那我们也天天操人家老板的心 天天替老板 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这个 这是我们所做的呢 与我们的身份相比 那如果说在一个打的机构里面 每个人如果说 他安于本位 把他原有的工作做好了 把原有的工作做好了 把他每个人所assign的工作做好了 那么他整个系统才能够更长地运转 如果说他本身的工作 他没有做好了 他去跳过去 就省太瘦了 省太长了 一会儿要管这个 一会儿要管那个 结果呢 人事也搞乱了 机构也搞乱了 这个团体 这个公司也是没有办法正常进行 那么在我们家前面的也是一样 做父亲的 把父亲做好 该说什么样的话 那么做妻子的 把妻子做好 该说什么样的话 那么做孩子的也是 做孩子要知道 做孩子对父亲应该什么样的态度 那么对兄弟姐妹应该什么样的态度 必须先把自己的身份变清楚 然后呢做事情 做与自己身份相应的事情 相互的事情 说话与自己身份相互的话 这个呢 对于我们任何时候为人处事呢 都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八音篇的开篇 那么八音篇呢 一共会有二十六章 我们在学习过程中 会有几章的 跟我们关系不大的 我们直接会跳过去 不用学习了 那么那里边讨论的呢 就两件大事 两件大事 哪两件呢 一个是礼 一个是欲 那么礼呢 就是这些礼仪性 礼节性 规则性的东西 我们家要有礼仪 要有礼貌 礼多人不贵等等 这个我们从小就听到这样的话 那么礼呢 这是古代社会 传统社会呢 这个礼啊 一般来说 它是跟祭祀 跟典礼 这个 轰艳典礼 丧礼啊 丧礼啊 或者是冲秋大祭啊 这样典礼有关的 那其实来说 像娱乐性的乐呢 那一般都是民间的音乐 民间的音乐 真正这些乐呢 都是与这些大型的典礼场面相关的 那么礼和乐 礼和乐呢 它们配合在一起呢 就很重要 所以为什么孔子一直谈 就是到了后来啊 都没有人懂音乐了 因为他要请音乐 这个音乐 一清呢 就知道 这个国家是显胜的 还是这个国家会走下坡路 是衰落的 因为他这个乐呢 是与礼 警力相关 如果这个乐呢 他如果说 这个国家 这个制度 规则 一切都用心得非常正常 那么 他的乐呢 是与之呢 是相应的 是清晰了 是非常昂扬的 清晰了 是欢畅的 那么 每个人听到呢 是非常开心的 那么如果说 这个国家 这个一切的规则都乱掉 大家都乱来了 军不像军 成不像成 那么民间呢 怨声四起啊 那个乐呢 听起来也是乱七八糟的 那 所以这个都是 跟我们现在这些 你看 大家要去清晰 有些音乐也是一样的 这些雕雕音乐 听起来以后 你就知道啊 这个 它是欢唱的呢 还是 是哀怨的呢 或者有些音乐 现在有些甚至 那些年轻人的音乐 叫做Mental 那些啊 重金属英语 这个一听就在内心里面啊 非常非常的来说 这很挣扎啦 就是听起来以后就知道 这个人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社会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所以同志非常注重 礼和乐互相配合 那么礼和乐相配合呢 这个礼呢 就感觉不会太僵硬 不会太僵硬 不然的话 你会一板一眼 会很沉闷的 那么礼有乐相配 你就感觉啊 就非常的顺畅 人会自然而然去接受 那么如果乐有礼相配的话 那么这个乐呢 也是显得比较高雅 也不会让这个乐呢 变得可不可以放纵 这是孔子在那个时期呢 非常重视的这两个方面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篇 所以三家以雍彻子于相配辟工 千子木木 西取于三家之堂 好 这个又是孔子在那边 批评这三家 就是门宋寺 书宋寺和祭宋寺 这三家全成嘛 那么这三家呢 在祭祀 祭祀晚帝 或者是祭亲 或者是祭祖 在祭祀晚帝呢 以雍 雍是诗经里面的一个篇章 以这篇篇章呢 以这篇篇章呢 就是唱颂这篇篇章 作为结尾 撤了就是撤销这些贡品的意思 就三家在祭祀晚祖先 或者是祭祀晚签帝以后呢 以诗经里面这篇 这篇篇章呢 这篇篇章呢 得唱颂呢 作为结书 这个就像我们一个仪式 又开始 中间又进行 最后呢 回向 我们都做个回向 做结书 那么它这个祭祀的仪式 也是这样 又开篇 中间又有些仪式的进行 最后呢 是以诗经里面 这篇诗篇呢 唱这篇诗 作为结尾 那孔子就很生气了 他说 相为辟公 相呢 就是帮助的意思 帮助围着你做语气动词 辟公呢 就指的是这些祝侯 这些帮助千子帝氏的 这些祝国的国中 帮助千子帝氏的祝国的国中 相为辟公 就是帮助千子帝氏的 祝国的国中呢 列在千子的周围 千子木木 那千子作为主地 神情是非常的树木 非常的庄敬的 那么说 西曲与三家之堂 是像雍这样的诗篇 作为祭司的结尾 怎么可以放在他们三家 祭司结诗 祭司结书的 一世的最后做收尾呢 那这里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孔子的意思说 像用这样的诗篇 这也是千子寄千 寄主 到最后结尾才用的 这样的篇章 它是 而不是说 这不是一个 一般的大夫结成吗 他们用来做仪式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 在传统社会 传统社会这个是有宗碑的 有宗碑的 所以互相之间这个阶层是很明显 我们看到前面一个篇章 前面一个篇章就是这种祭司 这种祭司的方正 方正这些人数限制 都是有着严格的区分的 那么这一个篇章 我们看到就是 圣子祭司中间 唱什么祭司 唱什么祭司 用什么样的 这种祭司的内容呢 就是说 天子 祝侯 大夫 和士 这个阶层 四个阶层完全都是不一样 那么下层的呢 像这个三家 这是大夫阶层 那么不能用祝福阶层的 也不能用签字阶层的 而这里是三家呢 作为一个大夫阶层 那个部长阶层呢 但是他用了签字 用了签字 祭司时候用的这个篇章 所以说明他以部长的身份 用的是国王或者是总统用的东西 这个远远是与他的身份不相符的 所以这个就是所做的就是明不证 言不诚 儒家非常强调要证明啊 那么如果说是明不证 言不诚的话 这个孔子长说 明不证 言不诚啊 这个言不诚就事不成啊 事不成就礼乐不信 礼乐不信的话 刑罚就不能征重 那么刑罚不征重的话 民众就守足无措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做任何事情 要有一个正当的理由 有一个正当的规则立在那边 定在那边 那我们说的有一个right cause 那么这个正当的理由 做这些事情呢 大家才会凝聚民心去做 用正当的正义的正确的方法 那么有这样正确的目标 大家能够一心一意去做 那么如果说你所做的这件事情 本身是与身份不相复的 那么你做的 那么其实来说 你所召集的这些人呢 那在心里面 都是因为畏惧于你的本身的权势 趋厌俯失于你 那不是正常的 以他的常和以他的沉浸心去做 所以呢 名不正这些言不顺 你讲这些道理是讲不通的嘛 言不顺的话 这个思虑很难做得成嘛 那么思不成的话 这些礼欲 这礼欲不行 就是规则就乱掉了 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 你看我们在新加坡的时候 我们一直讲 这种社会的秩序 social order 那在儒家是特别强调的 这些规则是不能乱的 那如果说是一乱来的话 整个一乱掉的话 你都没办法收拾了 那所以 为什么我们看到 你看可文字在冲求战国时期 他到处都是游走于各国 就是因为各国之间不断地战争 把这些规则全部打乱了 没有人愿意忠受规则 没有人愿意忠受规则 那么 大家所看的呢 都是以强权这说话 随着武力强 随着力量大 那么 就臣服于谁 那就是臣服于权势 臣服于武力 臣服于武力 而不是说 以规则做事 那么如果说是礼乐不信的话 那么一个社会的这些刑法 所制定的这些对于民众的管理 就是他就不能太公正地去执行 如果说是这些刑法要是这一乱掉的话 那整个社会完全就是没有办法收拾了 所以 从这些 从这个第二篇里面 我们依旧看到的 看到的是 同志对于这种礼仪的重视 对于规则的重视 那么 不仅仅是要做 与自己身份相互的事情呢 也要做事情 一定要名正言胜 这个是第二篇 好 我们看第三篇 是 子曰 人 而不仁 如和 如礼和 人 而不仁 如月和 这个是说 孔子说 如果说 一个人 一个人 他的心 他的心 里面没有这种 人的概念的话 没有这种 就是人慈 博爱 人后 忠爱 这种概念 没有两知的话 如礼和 如月和 这个 礼欲 无非 无非 都是 人心的 真正 人后 人后 博爱的表达 就是说 如果说是 人心是 不正的 人心是 本正的 那么 礼和 欲 其实来说 是 起不了作用的 那么 礼 礼是 人的 一种 表现的 形式 礼是 人的 表现的形式 那么 乐呢 是 用来 让礼 能够 更加 颂畅的 和虚的 去 让乐 让礼能 能够观刻下去 好 那所以 礼欲 礼欲这种 知识 可以说 都是形式方面的 一个是 礼仪方面 一个呢 是 比如说 你要让这些礼 让大家能够更加更好的去遵守 那么 用乐呢 来帮助大家 让大家来接受 所以我们在前面也看到说 礼之用和为贵 那么 礼的目的呢 主要是让大家能够 这一期呢 能够非常和谐的这一期 因为大家心里面都有礼 大家心里面都有这种规则 那么 互相之间 就知道 你是讲礼的人 你是讲礼的人 我也是讲礼的人 互相之间才有话说 互相之间才能在这一个平等的立场上 去对话去分享 如果说 如果说 这个两个人之间 一方是讲礼的 一方是不讲礼的 这个是完全是在不同的channel 就是你说你的 我说我的 没有办法进行 所以为什么 我们总是说是 最怕的是 秀才遇到兵啊 有理说不清啊 那么 秀才是讲礼的 兵是不讲礼的 一个用文字表达 一个是用拳头来表达的 所以它这一期呢 两下是没有办法进行沟通 所以 在这种情形下呢 你这种礼啊 它就失去了 它存在的意义和作用 所以从 同志这里谈到 就是说 如果说 本身 一个人 一个人 如果说 你把这些表面的理 表面的理 你做到最好 那么 愈而做得最好 但是如果说 心是不正的 心是不好的 心如果说 都不是有人爱的 都不是有人爱的 那 依旧呢 这个礼欲 它是空泛虚假的 所以如果说 人心 人心不正的话 那 礼欲 你表面 这些形式 做得最好 但是 对它起不了 任何的作用 那么这个 就是像我们 在日常生活中 也是如此 我们会发现 我们会发现 日常生活中 有些人呢 我们相处 有些人呢 因为他 如果说他性格 是非常的正厚 非常的宽厚 那你会发现 当别人做事的时候呢 他是希望 别人能做好 希望别人好 那不管认识的 还是不认识的 那他希望别人好 那有些人呢 他不希望别人好 希望别人呢 做事呢 最好是 做砸掉 甚至呢 做事呢 最好是 我们说 落魁啊 漏气啊 让他做不好 那么 这种情形下呢 我们看到 就同样 如果说 这是同样的做事 我们当 我们希望 别人能做好 我们希望别人能做好 我们的心 希望别人 能够把这件事情 很顺利的完成 那么 他所做 所得到的功德呢 我们也随时赞叹 那么 其实来说 我们所做 我们所想的 我们所希望的 别人规定 对别人规定有影响 或者有好 或者是不好 但是 对我们自己有影响 我们希望别人好 希望别人做好 别人规定会好 因为他有他的因果 他有他做事的法事 那我们不一定对别人有影响 但是 对我们自己有影响 我们自己影响什么呢 我们的心是好的 那么如果说是 我们 希望别人做不好 希望别人露气 其实别人也不一定会弄心 别人也不一定做得好 我们 所想的 我们的希望 对别人也没有什么影响 但对我们自己也有影响 为什么 我们的心不好 那这里是我们 一般我们常说 心好 和心不好 这是我们念头 一个丑 和美 之间 一个因念之间的差别 我们一件床下 一年天床 一年利益 就对于我们的念头上面 我们的心好的 我们的心光明的 积极的 健康的 那么相应的 我们身心是健康的 我们心态也是正常的 我们的因果是光明的 那么我们所说都是正确的 都是善良的 那么我们是不好的心意下 是丑恶的 这些阴暗的 那相对的 它有丑恶的 有黑暗的 有不好的因果 那所以你看 同样的事情 这是我们心态的转换 我们对别人不一定有影响 但是呢 对我们自己 绝对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些 在两千多年前 孔子谈到这些事情的时候 其实你看 他谈到是什么 任何事情 都依旧还是要 从心地去出发 如果说是心地 是扭曲的 心地是不真的 那你把这些礼乐 做得最好 那都是表面光明 如果说这个心地有问题 那礼乐 对它也是不起作用的 真的说 内心里边 这种人 人 这样的 这样的品质 和外边的礼乐 必须要互相配合起来 你才能感受到 外在这种礼乐的庄严 和内心里面 与真诚的相应 我们看到 我们一直讲 内微要呼应 如果说 他的内心 是真正是充满了人爱的 那非常的真诚的 那么 他听这些音乐 当这些音乐 礼乐子奏起来 这种仪式进行的时候呢 他自己满地融入到里面去了 他感觉整个仪式非常的庄严 那么做完以后呢 他非常的欢喜 就像我们说的 发喜充满 这跟我们这个参加仪式是一样的 那如果说 他在这个仪式里面 他内心里面 那老师有自己的私利啊 私欲啊 那老师有自己个人的想法 老师看这个不顺眼 那个不顺眼啊 然后这整个仪式在进行 畅念的进行 甚至有些人也会说 这唱唱 他越轻越 越轻心里面就越来越爱受 也就是说 畏罪的这些礼仪的庄严 这些唱颂 这些仪式呢 对他的内心呢 不会产生影响 甚至呢 他觉得 从他内心发出的这种概念啊 念过了 他觉得这些呢 都是让他产生不高兴的 所以我们看到像这些 的圣人索天律呢 做任何事情呢 保持我们自己内心的真诚 保持我们自己内心的恭敬 保持我们的心好 这是我们做人的一个关键 好 这个是第三篇 好 我们看第四篇 说 林放问李之本 子余 大贼问 李 与其舍也 宁解 丧 与其 义也 宁弃 好 这个 林放 这是柳伯的一位普通的本姓 当然也有说是可能也是孔子的弟子 这是一个人的名字 他问这个孔子 他问孔子 问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他说这些李 李 他的根本是什么 就像我们有些同修 看到我们在举行仪式 在唱诵 在诵经 就这个唱念 卢相赞 他的根本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什么 那这也是一个非常庄严的意思 那他问这个文字 就是这个李 他的根本是什么 那举行这样的意思 所以孔子 听到这个问题以后 非常感叹 说答这一份 说你问的太好了 你问的这件事情呢 可是意义重大了 他没有直接回答 没有直接回答 林放 但是呢 他用了这样的方式 说这个李呢 与其舍也宁解 这个李呢 你可以用这种形式去表达 但是表达的方式呢 你不能过于的去自徒 为表的奢华 他要摆的这个祭品 要多么的丰富啦 那个做的这个场景要多么的庄严啦 太过于强调 畏在的这些本色啊 这些细节啊 这些热气要多么的精美啊 穿着的服装要多么的华丽啊 你太过注重于这些呢 反而呢 失去了这些李的意义 那宁可呢 保持重复 宁可呢 让他保持结解 不要太过于在这些浮华上面 在表面上面做功夫了 说上 上帝是举行上礼的意思啊 这个上礼是与其意义 念气 意 意呢 这里是治理的意思 那么引申呢 就是说 这个上礼 办这个上礼呢 考虑的每个细节 特别特别的周到 把每一个来前来降丧的人呢 观回的呢 是特别特别的细致 让每个人呢 都很赞叹 没话说 就与其你做到这样的细节上面 下功夫啊 念气 不如呢 在内心里边啊 真正的去悲伤 因为你是伴上司啊 是不是啊 办上司的目的啊 不是做个活人看的啊 你主要是要 让那些已经先王的这些人啊 让他们得到安息啊 内心里边 要感念他们的这一生的作为啊 特别是啊 如果说是至亲的人的话 要啊 一直一念他们的恩德 不是说是你把这些细节管理得很好 做得很启念 很柔道也好 所以呢 你从童子这些 这个啊 对于理的根本的回答 他并没有回答 什么是理的根本 他并没有回答 但是从 他所给灵化的答案 我们看到 这理 他只是一种表达的现实 那我们谈这规则 法律也好 这都是表达的现实 他目的是什么呢 目的呢 都是让我们的心更加的真诚 目的呢 都是让我们这个社会更加的规则 让我们的人等之间 这些人与人之间相处更加的和谐 啊 举行这些 有这些提示呢 无非是这些作用 而不能说是 自去 太过于注重这些反文有结以后呢 忘失了真正的理的目的 那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在做的时候呢 要取一个忠道 这个当然有些提示呢 我们不可以说是 太过于 太过于 太简单了 但是呢 在做的过程中呢 就是我们做到 时刻而止 做到大家都能够接受 那么在做的过程中呢 主要呢 还是要保持我们耐心要明白 我们耐心要明白 做这件事情 做这样一个仪式 做这样一个典礼 它的意义在哪里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 你如果说是 重粹从这些表面上做功夫啊 那就变成去演戏了 演给别人看的了 那就失去了这种理他的真正的作用了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比如说 孔子这些 两千多年的这些谈话啊 包括对前面对这些 那些 那些三家的批评啊 我们都能看得出来 对于我们 这差异 还是非常大的 好 我们看 第五篇 说 既是领于泰山 只未然有约 如福能就于 对约不然 只约不乎 成为泰山 不如 灵放乎 这篇如果说是 和前面一篇不联系 起来看 你看到是一头雾水 那么这一篇讲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个济世啊 又是这三家 这三家 唯一的 一直被孔子 拿来做反面教材的 这三家人 这个旅于泰山 旅是地势的意思 大家注意啊 这个华文字 这个旅不是旅行的意思 旅是地势 那么 地势呢 这又牵扯到了 既是等级的问题 泰山呢 在我们中华文化里边呢 他之所以叫泰 泰是大的意思 急的意思 就是在所有的大山里边 我们谈三三五欲 在这些大山里边呢 泰山是排在首位的 所以泰山的三神呢 在所有的三神里边呢 是最大的 所以我们叫东越大地 那么在古代社会呢 你要地 地山 地山其实就是地 这座大山的三神 是我们刚说的 中越大地 那么 像这样的大山 只有千职 他才有资格去地势 那么其他的祝侯呢 都是地势自己所管辖的 在辖区之内的其他的 其他的这些小山 所以以前的山都是有 有重碑的 都有等级的 我们看到 那么 祭司呢 去祭泰山 这个旅就是祭司 那孔子知道这些事情以后啊 又很着急 就对这个燃尤说 那么 燃尤叫燃丘 他是孔子的学生 那个时候呢 他正好呢 在祭司 他们的家里呢 做家臣 就是帮助他做事 那孔子就说 如福能救于 如就是你的意思啊 那 救就是主子的意思 或者说是 把他这个行为 阻止掉 让他能够变得正确 那意思就是 你能不能阻止这些事情 那燃尤就说 不冷 说我没有办法 然后 然后就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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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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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以前的非礼和现在的非礼类还是不一样 那么对于他去递泰山 这是非礼的 肯定是不符合理智的 那么童子就让他的学生 因为然有在他家里做家庭的时候 你能不能阻止这件事情 如果说你能阻止的话 那么让他不要去祭祀 这个不是他的身份可以祭祀的 那么然有的说是他没办法阻止 没办法阻止的情侣下 那么孔子是有A探 A探 也就是说你既是 你真的是不知道千高低后 连灵放 前面这个灵放都知道 礼仪的根本 他问出了吗 深邃的问题 礼的根本是什么 那么泰山的三神 他更加是知道的 因为只有千子才去递泰山 你是一个大夫的身份 你有什么资格去递泰山 那你这不是不仅仅是忽诺人啊 你不是忽诺神明吗 所以这个方法人就说了 神不想非礼 就说这些神明 神明呢 他们想的都是正正规规的小品啊 真诚的弟子啊 他不会说是这些完全不符合理智的 他们肯定是不接受的 你本来是去祈福的 你本来是去祈福的 你本来是希望风桥与预送的 反而呢 如果说你这是非礼去做的话 反而会得罪造罪 反而呢会给自己呢 给孙子给自己进来的本性呢 都造成很大的迫害 所以这些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 就是说像在传统社会 在公子那个时期啊 在那个时期对祭祀这种旗帜啊 理智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并且从祭祀的这些啊 从内心的这种真诚 从所举行的仪式 所使用的音乐 所使用的祭品啊 这些等等等等 都是有着严格的要求 那么这些我们要是从侧面里呢 我们现在这是两千多年以后啊 了解的这些呢 对我们依旧是有着很重要的其他意义 那么包括我们 我们在共和的时候 我们在这个像这些啊 我们一般我们这个法国结束 我们都有贼迁的时候啊 共迁的时候 或者我们的祭贝祖先的时候 那我们都会都要知道啊 就像我们要注重什么 祭品当然不错啊 也很重要 但是呢 更重要的呢 是我们的内心 我们不能自私 把一个表面做得非常花俏 然后呢 大家搞成一团大表演 在那边 表演完了以后就算了 真正要知道 这些的意义在哪里 真正要知道 这个祭祖的意义在哪里 祭贝对神秘的意义在哪里 一定要如理如法地去进行 好 这个是第五篇 好 子曰 这里又是谈一个生活中的礼仪文情 那么孔子呢 在这里说 如果说作为一个正人君子啊 那么像我们在前面所学习的 君子它是无所真人 无所求的 君子呢 是主要呢 他专注于修炼自己内在的德性 学而实习之啊 实施觉悟 把自己所学的要用到生活中 那么如果在生活中有它的实用意义 他会感觉非常的开心 当自己在做的时候 有恒之远方来不一跃无 自己的德性提升啊 德不孤必有灵 会感觉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呢 一起来做这件事情 一起来修学增进自己的耐心 修在心性上还下风 那么大家一起做 还得更加开心 有恒之远方来不一跃无 人不知而不用不一跃无 那么耐心里面已经很开心了 很自在了 很愤足了 自己有什么本领 有什么才华 别人不知道啊 根本对我们关系 不在乎这些东西 我所在的 我们所注重的呢 是我们耐心的修养 我们耐心的分子 所以这次君子 他是无所争的 所以孔子首先 看到这君子他所处的 这样一个 对于自己耐心心性上的要求 向内不向内 所以呢 他无所争 他说如果说真正要去 在生活中要去有一种竞争 就算真的话 那就来争 比摄殿吧 这个摄氏 在古代社会就是 六亿之地 六亿 那就是要学礼 要学玉 学摄殿 学玉 要学七码 然后呢 读书 古代的读书 还有读书 读书 就是知道这些书呢 就包括了签文 对应的都在里面 那么摄呢 这个是一些 在传传社会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仪式 它有不同的 也有不同的战籍 那么有国家级的呢 叫大射 大射 这种射箭的意思呢 是在签字和祝福啊 在祭祀之前 祭祀 祭签 祭祖 或者是祭这个三 的三省之前呢 会选一些善于 喜马射箭的这些 非常好的选手 请他们前来呢 来做表演 做助兴 这是一种场合上面 叫大射 第二种呢 叫冰射 这个一般呢 就是这一些 重要的礼仪场合 就像我们现在 接着卫兵 就是以色列这样的表演呢 来娱乐 来作为这样的 严厉的开始 那么第三种呢 叫艳射 就是平常自己 朋友啊 家人啊 或者是自从道伯之类一起 就是这个 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呢 以射箭呢 作为一种增加主性的方式 那么另外一种是相射 这个就是地方的长官 和地方的老百姓 这一期呢 就是经常讲的 这些射箭呢 是让大家能够增强气质的 锻炼射箭 那么君子呢 就是这个就说 那个时期 像这样的射 射箭这样的射数呢 是在古代社会呢 是非常普遍的 非常普遍的一种 运动的方式 那么射呢 也是整个呢 是贯穿着礼仪的 所以 孔子在这里讲的 你这个射箭 也要符合礼仪 你要从自私之中 用这种礼的精神去做 用礼的精神去做 所以积绕而生 那射箭一般 是站在高台上面 那么远处有一个把 然后去射 那么你要坐一 互相之间要比射嘛 互相之间攻进 那么散去攻 然后呢 上去拦戒 然后呢 射 射完以后呢 下 下来了 然后 那么 爆把的人会说 你射了几环 他射了几环 然后呢 孔子人赢了 孔子人输了 然后呢 输的人呢 先喝酒 那么赢的人呢 陪着他一起喝酒 喝完以后呢 再互相去攻 然后呢 恭恭敬敬地 回到他的位置上 那就是自死之中呢 保持一个 孔子的奔斗 那这次 这就是我们现在 你看 我们这些 控手道啊 柔道啊 武术啊 甚至那个 相扶苏某 在之前呢 都是毕恭毕敬的 互相攻进 然后呢 举行正式比赛 正式比赛完以后呢 依旧还是要 毕恭毕敬的 互相攻进 行礼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他是有这种理 有这种理观察其中的 那也就是 这里孔子告诉我们 孔子 就是兄子没什么好争的 大家真正如果要去 做一种 做一种所谓的去争的话 那么就是拿涉电来争 但是涉电 只是一种方式 涉电的目的呢 是要以这种方式呢 来修炼自己心性的 就像我们这个下围棋 都是一样的 我们知道下围棋 有时候一输掉 以后几十个字 上百个字都没修了 那那个时候呢 是磨练考验我们的心性 考验我们什么呢 要输得起 那你不能说是赢了以后 你对他们开心 手捂住到输了以后 你对他们大哭大叫 然后不认输 那这就不是 不是孔子的作为了 那么孔子上去以后 设完以后 不管是输还是赢了 你必须要保持孔子的分度 那这个理想和我们 现在这些社会的 你看那些 政治上的选举 也是一样的 选中了 你要发表 发表了 这个你被选中的 重选的宣言 然后呢 你要感激那个 那如果说选不中的话 你也要上台 落选的宣言 你要保持一个孔子分度 要保持一个孔子分度 你看我们看到这种 这种礼仪的 这种传统 其实来说 在东西方社会里面 从古到尽 它都一直都是这样 那在我们生活中 也是如此的 就是把这种得失 不要看得那么重 不管什么样的形式 你依旧把它作为 自己心信的一种修裂 赢了呢 不要太过于嚣张 太过于得意忘形 输了呢 也不要太过于计较 太过于纠结 这是依旧保持着 孔子的 彬彬有礼的分度 这样 这种才有意义 对自己的修炼 才有帮助 所以呢 他说 争也孔子 不管赢了 还是输了 都是有孔子的分担 不能说是一输一输了 各种各样的丑陋的东西 把它都保护出来 那就不是种子了 那你看 不管是儒家是如此 佛法里面也都是如此 更是如此了 任何的场合下 把这些呢 都当成自己的修行 那我们想到 这次对我们修行进阶的考验 看我们的承受能力有多大 那如果说我们能接受这样的失败 那么我们的修炼的层次就更加提升一个层次了 接受这样的打击 我们变得更加坚强 更加坚韧 接受这样的回报 那更好啊 我们在这人度的程度啊 修学就更加增进了 依旧保持我们的目标不要变 坚持我们的目标 坚持我们所做的 不要为别的一切所干扰 那么这样是一个真正的修学人 那么从儒家来说 这就是真正的凶子 好 我们看第七篇 子下奔曰 巧笑倩息 美目盼息 素以为喧息 何谓也 子曰 会事后素 曰 礼后 子曰 起于者 商也 时可 欲言 诗 离底 好 这一章也挺有意思 但是呢 一般看到这一章 都看到头皮发麻 不晓得在谈什么东西 外星人都在谈话 那么子下呢 是孔子的学生 孔子的学生 那我们知道他也是十大弟子之一了 非常聪明的一位 那么子下就问孔子 就是 谈到诗经里面 这是诗经 魏风里面的小诗 那么前几句是这样的 说巧笑欠息 美不喊息 素以为喧息 那这次谈诗经里面呢 是谈一个美女 一个美人 就是她笑起来了 这个非常的好看 脸好很好看 她的眼睛很漂亮 那么黑白分明 眼睛转动呢 左股右肯呢 都是非常的动人 那么从她 她的打扮 她的打扮呢 又是非常的肃静 非常的肃静 但是这更衬托出呢 她的容貌 是那么的美 这是从表面的意思 那子下就想了 这句话 是不是有什么生意在里面 所以难道 诗经里面描述的 这是描述一个美女 一个美人 是这样 那如果说 从表面上根本去描述的话 好像是也没什么意义 她就问孔子 所以这句话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孔子的回答是 会是后素 这个很有意思 孔子回答是什么呢 什么是会是后素呢 会是会是会画的意思 后 后是这个之后的意思 素呢 是素静的意思 本色的意思 那如果说是我们有些这个画油画的 这个看过人家 或者画看过 其他人画油画的 我们看到 一般画油画的 就是那顾上面 先要再涂个底色 那么这个底色呢 一般都是素静的 本色或者是白色 那么孔子这里说 没有说这个是谈什么描述 什么这些美人或者美女的神态 他就说这是有关绘画的 有关绘画是什么呢 会是后素 后语素 就是先有一个素静的基础 先有一个素静的画板 然后呢 才可以在上面做画 会是后素 后在这里是做动词用 会是后语素 先有一个素静的画板 一个素静的基础 然后呢才可以在上面做画 那么孔子的这个意思 就是影牌的意思 就是说你看这个美 这个这里所描述的 这位美女这位美人 那为什么那么美呢 是因为它有一个素静的基础 那我们今天就说 他可能化妆藤底打得很好 然后呢 上面化了装饰了 装饰得很庄严 精装修 所以呢走出来很好看 但是 体会的这个层面够吗 那 子下就接着问 李后姑 啊 平常他这个翻译意思 临放的本 李的根本是什么 那其实这里 子下问的问题也是一样 难道说 礼之前还有什么东西吗 这个礼 礼仪 礼智 是后迁的东西吗 是后来的东西吗 这个 因为所谈的 你看 从谈一个对美人的描述 然后呢 同志谈的绘画 那么子下马上又谈到礼仪 那就是这个谈话的层次啊 越来越深 那同志谈说 起遇者伤也 起大我的 是你子下 这个伤是子下的名字 那么 是这个子下起大了我 那么 我从此以后啊 就可以和他 谈诗经了 你看这个 鬼来鬼去的啊 我们看到的是 先谈一个诗经里面 对美人的描述 然后呢 子下问这是什么意思 那孔子说 这是以后还会换的 那么 子下说 这个难道是谈到什么礼仪的问题吗 那礼仪在后面 他们 他的根本到底是什么 孔子马上对我接着回答 啊 你启发了我啊 我可以跟你谈诗经了 这和 禅宗里面 这些禅师打积风的一样 来来去去 我们看到眼花缭乱 但是不知道谈什么 那这个谈什么呢 可是 依旧是谈 礼的根本是什么 礼的根本是什么 就是说你 如果说 从表面上 说悄悄前行 美目反行 如果没有这个素白的底子 没有这个 很好的打这个粉底 这个素也没喧息 他这个笑容 他化妆化不出那么好看 他这个笑容呢 笑起来也不会那么好看 那么没有素净的衣服蹭脱 那么他这个人 干净的衣服蹭脱 那么他也没那么好看 那么绘画是如此 绘画是如此 所以呢 先要一个白板 一个干净的纸张 如果说 这个纸张是皱皱皱皱的 或者说 这个纸张上面 已经是到处的这污点 那么你也是没有办法做画 怎么样画都不好看 所以呢 孔子说 会是最后 那 素净的一个板子 这个最重要的要求 这个根本呢 不能把它失去 那所以 纸夏就马上介绍了 哦 原来礼仪这些东西啊 是表面的 礼仪是后面的 礼仪 表面的 最中心的 最核心的内涵是什么呢 依旧是 人的精神 人厚 人爱 人慈 这种慈悲的内涵 如果说 没有这个做基础的话 那么礼啊 也是空泛的 那么没有这个做基础的话 这个 比如说 从我们今天的话来说 这个美人 这个美女 装扮得很好看 耐心里边 耐心里边 没有这种好的品质的话 光有颜值是不够的呀 我们所以看到的 现在 最近这几个月 我们看到这个华人的 这个演艺圈 闹得灰灰痒痒的 你看这些 如果说没有这种道德品质 做基础的话 它本身 有一定的福报 那么想这些福报 它名声越来越大 爬得越来越高 然后呢 当它本身原有的 撑托差的 把它托起来的这些东西 它底下是空泛的 这个北板没有 这个最核心的东西没有 它一下掉下来一波 睡得非常重 那这个我们就看到的是 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任何时候都是如此 光有表面的东西是不够的 一定要有这些 我们内在的道德基础 那么从儒家里说 最好的礼仪 最完整的礼仪 最绚烂的这个表现方式 一定要以人 作为一个根本 如果这个根本是取以图呢 其他的东西 那都是精于其为 倍续其中 那么真正的说 都是不长久的 好 这个是第七篇 好 我们看第八篇 子曰 下礼 无能言之 其不足争议 因礼 无能言之 颂不足争议 文献 不足物业 足 则无能争之以 那么这一些呢 其实表现的是 孔子说话 做事的谨慎的态度 那么 孔子说下礼 就是下朝的礼仪 在我们的华人的 文化传承上面 我们知道 姚宋宇之后 宇的 宇呢 宇呢 就把 皇位呢 传给他的儿子 叫齐 那么齐呢 就建立了下朝 这是我们中华民族 能够追寻的到的 第一个王朝 下朝之后呢 是商朝 商朝之后是周朝 那么周之国呢 就是重修战国 那后半部呢 重修战国 就是动乱了 所以这个下礼 下朝的礼仪 它是可以说出来的 就是孔子是知道的 但是呢 齐 不足争议 就下朝 当后面 那后面这些商朝 灭下朝的时候呢 它有一些下朝的臣民 那么 那么商朝呢 就把他安动在 今天的荷兰 旗县一带 那么建立一个小国 叫启国 这是启司 启国的 启人的意思 所以这个下朝灭亡了 那么商朝呢 把他的一些臣民呢 安置在 安置在荷兰的 启县 今天的启县呢 作为他们来祭祀 祭祀 下朝的先祖 所以这一群人呢 叫启人 也叫启国 但是呢 启不足以争议 就是说 这些人呢 又不能 不能把他们请来 来证明 来证明 孔子所知的 下朝的礼仪是正确的 因为这可能是一般 普通的民众啊 他不一定有参加过 这种大地 这种礼仪 其实来说 虽然说 他依旧是下朝的国民 但是呢 他不能 不能作为孔子的证人 来证实 孔子所说的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启人 我们成语的 这个启人优切了 就指的是这个国家的人 一个小国 就是古代社会 一个小小的小县城 就可以成为一个国家 就是可以 作为一个独立的 这个有一个宗族的管理的 这样的地方 那么英礼 英就是英商的意思 不能言之 宋不足于正义 就是说 周朝后来把商朝灭掉 灭掉了以后呢 然后呢 把荷兰商丘的一带 然后呢 把这些地方保留下来呢 作为商朝一些残民居住 那么建立这个小国呢 叫宋国 所以这个英礼 就是商朝的礼呢 商礼呢 那么孔子也是知道的 也能说得出来 但是呢 留下的 保留现在的这些宋人呢 他们也不能证明了 不能证明 孔子所说的是正确的 所以孔子说 文献不足故意 文就是典记 流传到现在 没有完成的典记可以证明 献呢 献指的是贤人的意思 就是真正懂礼仪的这一类人呢 都不足了 所以呢 孔子就不能 不能说他所说的是完全正确的 因为没有人可以证实 没有文献可以证实 那么如果说是足 则无能争之意 如果说是真正有这样的典记 可以证明 有这些贤人可以证明 那么孔子就说 那么我就可以真正地说 我说的是正确的了 是确实有印证的 那么这个就从这个准备来说 又反映出孔子他做事 特别是对这些礼仪制度这方面 他的重视 他其实他是有把握的 他知道这个下朝礼仪是这样 上朝礼仪是这样 但是问题就是说 没有典记可以证明 没有人可以证明 那么他依旧是不能说 他就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所谓也是如此的 讲任何话在讲出去之前 一定要有事实根据 不能这里轻一点 来来轻一点 或者看到一个片面 然后呢 凭想象编故事 这个其实呢 对他人的事情就是伤害 对我们自己也是伤害 因为当有朝一日 这个事实很容易水落石出的 那跟我们所讲的不相复的话 那么我们在他人眼中呢 我们的信用就降低了 那所以从公子这一点呢 我们呢也能学习到 就是我们应该 在日常生活中呢 我们应该讲话的方式啊 讲话一定要有依据 好 然后我们看 第九节 既如在 既神如神在 子曰 五不与地 如不地 好 这一章呢 比较简单 因为既如在 我们看到很多的会馆里边 或者是市场里边都挂入三个字 既如在 就是说 当我们在祭祀的时候 祭祀的时候 那么 不管是祭祀祖先 还是祭祀神灵 就好像 祖先或者是神灵 就站在或者是坐在我们面前 在那边呢 接受我们的祭祀 所共分 所以 说既如在 既祖先 既祖先在 既神 既神在 做我们每一件呢 恭恭敬敬的 非常虔诚的去做 这个 在传统社会 你看这都是一样 兄子之祭 七日祭 三日贼啊 就是说 真正要祭祀之前 假如说是 后面七天 七天之后要祭祀 那么这七天之内 夫妻都不同房的 然后呢 真正在开始祭祀之前 前三天呢 他必须要吃灾吃素的 不动 不动心 他就说 他要保持他身心的清静 他是有这样 虔诚的要求 这是我们的华人 我们的传统社会是这么做的 所以孔子说 我不与祭 如不祭 如果说我不参加这个祭祀的话 我宁可不去祭祀 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就是 科技比较大大了 有时候我们看的是网上背佛啦 网上祭祀啊 这个 甚至是 托 托给别人 然后呢 其他人呢 把这个祭祀放在自己的祖先的 这些 这个 牌位前面或者峰墓前面 然后呢 隔着一个手机屏幕呢 然后让别人就跟他哭啊 跟他做 这个就是从 如果说从这种仪式上来说 当然我们知道有些人确实是 他不方便 没有办法去到那个地方 那如果说你真正是没有办法到那个 physical 里到那个场所去祭祀的话 你在家里也可以 那么你不要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说 这个就是说 这与这种祭祀的意义来说 就完全没有什么意义存在了 所以孔子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他没有亲自参加的话 他宁可不要去行这样的意义 他宁可不要忘记 那我们在我们的我们学后也是如此 我们拜佛我们共活的时候也是如此 那么共活就像佛比达坐在我们面前一样 诵经就像佛比达坐在我们面前一样 如果说是我们一直十四刻刻保持这种新的恭敬的话 修学哪能不拯救的呢 就是我们一般 一般就是说学佛以后 学佛一年活在新间 学佛两年活在大地 学佛三年活在前面 我们又学医院了 就是 学佛中间的时候 他感觉自己就说 已经是没有这种既如在的这种结实 那么从传统的儒家的社会 从传统的儒家的历史方式 他都有这种要求 就是说我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真正的叫是亡如是生 就是对于亡者就像他活着的所一样 对于神灵也是就像他在我们面前一样 恭恭敬敬做 如果说我们做不好做不到 那就不要去 那我们在修学中也是如此 如果说是我们要去供国 要去尊天 这段时间我们不适合做 没有办法能够供不天见地去做到 那么我们宁可不要做 我们静下来 然后呢 把我们先强正好 有了一个适合的环境了 我们再去如理又无法地去做 那么这样才能够对我们有相应 才能够对我们有帮助 所以我们看到很多这种 书本里面的记者 也说是古传统社会 你看像这种 经常看到这些古人 骑雨马上得有灵 千就会下雨 骑雪 千马上就会下雪 那么下雪像多了呢 然后再祈祷 不下不要下了 不要下了 够了 然后雪就晴了 雨就晴了 那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 我们以为这可能都是神话 但是如果说历史上我们看到那样的记者呀 千千万万 难道每一场都是虚假吗 如果说是我们真正地去追究 我们为什么现在我们很多人很难相信 以前历史上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在祈求的过程中 在这种记事的过程中 那种沉浸的心已经没了 要骑雨 那肯定就想到龙王的坐着那边 你要恭恭敬敬地想着 让他和他能够沟通 能够交流 那如果说你是半信半疑的 你是能做个样子 你帮我笑笑雨 心里面都是不从罪这种真诚的感觉 信心也不从罪 那这种祈求肯定是不灵验的 所以我们看到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感应事迹 陈泽灵啊 这是真实不虚的 陈泽灵 因为这种 在我们这种 儒家社会里面 我们看到了孔子 对于这种祭司这么重视 就表示 就表示他对于 我们眼睛所看不到的 这些生命的存在 神明的存在 祖先的存在 他相信他是真实 从佛法上来说 这本身就是六道众生之地 他们本身有他们的生命形态 他们也是受着英国雄华的自配 当然 如果我们在祈求有些 这些众生的过程中 他们可能帮不了你的忙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他们的因果 他们可能甚至比我们控的很差 那有些呢 如果在神界才天界的 天道众生 那他能够帮得上忙 你知道吗 你只要如理如法地去做了 那肯定是有感应的 有相应的 所以这个不是迷信了 这个是 不管是在仁家社会 陆学里面 还是在我们活法里面 他都是正式存在的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学习 就先学了九篇 那我们下个星期呢 再继续接着学习八一篇 好 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向 好 那么阿弥陀佛 那这有体力